有个美女找我出一个艾比特15703 和一根AOV的腰带 手表说是父亲大生日的时候 在专柜花了13万买的 往往精彩的故事 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这个是15703不是15710 15710是背透的 附近都找不到了盒子这些 全扔被我爸全扔 还扔掉了 因为他早年人不知道嘛 然后他说让我处理掉 然后我问他东西呢 他说你给我们这全扔 连盒子一块扔 买过来大概什么年份 反正是12年发布的嘛 对对对 三四年有的 三四年 对对 因为之前我就买回来 我盒子是有这么大的 对他打开就是木盒子呀 对是一个木盒 对的 像跟26470 反正我觉得艾比外观都是长得挺像的 经典的这个盘面 所以他价都有 我验一下啊 因为这也是我朋友看到的 看到你们网上一直拍视频 然后让我们回来看一下 嗯 好听的就是手表 我就不太能戴 这个是给你爸带的 嗯 他过大生日的时候买给他 当时买过来多少钱知道吧 买的那时候是十几万 十三 对差不多是十三 那里面掉了颗的螺丝 他带着 然后带这么之后他就不带了 然后就放在那边 一直放那边 本来他都忘记就快表了 嗯 因为他是放在那超级面的 就这么一人 然后前几天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嘛 要换家具然后再找到的 他有个带门放这种螺丝的抽屉吗 现在我在想如果我这种带 老绿是这种 是不是我要截掉很多次 有可能 因为你的手太细了 我十六 我十六 我这个螺丝也是十六 对是的 急性我都不知道什么情况 那可能需要开来看吗 嗯 可以的 那我看一下 嗯 其实螺丝基本都松弛了一点 有没有在外面拆过啊 我在想 没有啊 没有啊 他就全都拿回来 就扔在桌子里面 就带了差不多一年多吧 后面呢 他也就不带了 不怎么带了 嗯对 就是差不多两年不到 他就掉了 他就没怎么带 他翻那个带了 然后全全掉了 反正螺丝我上手是相当的松 一下子就开了 完了 搭载了一颗一塔最便宜的机型 摆脱轴还少了一颗螺丝 摆脱的做工也相当的粗糙 那这款还能卖吗 要凶了 你这个表是你买的啊 是啊 是在专柜买的对吧 对啊 假的 假的 对 拆开一看其实是假的 所以不然怎么会螺丝那么松呢 怎么会是假表呢 我们仔细看 连针肘都没有的 看一下店里正品爱比的指针 看一下它的针肘 正品的爱比 指针中间有一根很明显的针肘 搞了半天 这块表是假的 对 但怎么会是假的呢 这个问一下你自己吧 我问也不知道 嗯 你在我抖音主意上拍吧 拍一个鉴定 这个哪里买的啦 这是我朋友那边买的 这是我朋友那边买的 朋友那边买的 嗯 戴购手上买的 你这个表也要找专柜麻烦的 对 对 这皮带也是假的 皮带也是假的吗 对 之前经常提到的 自己啊 P R 把R的腿去掉 大家都不一致了 这个是在韩国的带购那边买的 本来也没多少钱 那他买的 带布手上买的嘛 才六千多 表是假的 表是假的 那就是找起来又很烦的 嗯 是的 谢谢啊 好没事 好再见啊